如果說坦克裝甲車輛是戰場上的鐵拳的話 那麼防化兵 工兵就可以說是這支鐵拳的拳套了 它不僅可以保護這支鐵拳 而且能夠幫助它更好地去擊碎敵方的防線 今天的軍務零距離 我們就來看看這兩個專業 在戰場上能夠發揮出怎樣的能力 在戰場上能夠的用力 正在紧急集合的是陸軍第73集團軍 牟履防化聯的戰士們 不用緊張 他們現在只是要進行一場 日常的綜合演練 只不過因為他們的使命任務中 要應對的是較大規模的 合身化應急救援的場景 所以要用到大量的技術裝備 他們這一行動 就得出動一個規模相當可觀的車隊 車隊集結完畢 便浩浩蕩蕩地開往模擬的災難現場 一場應對化工廠有毒有害氣體洩漏事故的演練 就此拉開序幕 我們做事故現場之後呢 我們做的第一項工作就是要把我們這個防護服穿上 像我們這套防護服呢 除了身上這些材質能夠防止這個化學物品對人體的入侵之外 還有一個這個防洞面具 可以過濾掉這個空氣當中揮發出來的這種有毒的有害的這種物質 保證了我們的這個營救工作 救援工作能夠正常展開 那麽今天的這個任務當中呢 我也會穿一個防護服 但是跟這個班長穿的不太一樣 我們過去看一下 班長我們去看一下 就我聽說我們今天要穿這個叫重型防護服是吧 是的 這個重型到底有多重嗎 它的整體重量 中綁器大約是16公斤 16公斤 是 這為什麼有兩個部分 因為它K1重型防護服是整體全身防護 所以說我們有個人的服裝防護服以及我們的氧氣瓶 為什麼就是其他隊員是穿這樣的防護服 我們一定要穿這種 我們K1重型防護服是能夠有效的對強酸強鹼 強腐蝕性的各種液體和氣體進行防護 它是我們個人防護最高等級的 如果是說等級太高的話 我們這種輕便型防護服可能會受不了 穿上這麽重的防護服 這麽重的防護服還怎麽在戶外進行大強度的工作 帶著疑問 我決定穿上它試試 對 它是整體連身防護 就從頭到鞋一整套 這平常我們一個人能穿嗎 是吧 一個人穿不了它必須要兩個人鞋頭 我相信這是用應對化學之際最強悍的面料製成的 但這種面料既不柔順也不透氣 而且穿上身都相當費勁 好 現在要揹上氧氣罐的話 這氧氣罐能支持多長時間要充滿的話 充滿的話能堅持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 是的 實際上時間也不長 比如說我們半個小時內就完成這個 所有任務 所有任務 我們要求的所有任務 這個套就行說 低頭 然後呢 其實我在內部呢 是相當於有一個自身的循環的一個空氣的一個環境 跟外面 跟外面完全隔絕的一個狀態是吧 現在 是的 我這個呼吸上是不是要省著點用這個氣啊 用生產緩和的呼吸 生產緩和的呼吸是吧 行 現在來不及想呼吸的事了 模擬的化工廠裡濃煙滾滾 我們的救援隊伍 這就要衝進事故現場了 首先進入現場的是巡猿組 顧名思義 他們首先要負責對污染物的源頭 進行準確的定位 要像這樣 放置一個標示物 標明污染源的位置 最終在事故現場 巡猿組對四處主要的污染源 進行了定位 這些定位標就是留給我的 確切地說 是留給我所在的偵察組 現在輪到我們來完成後面的任務了 對這個計量以及成分 進行一個檢測 對這個計量以及成分 好 這就這樣擦就可以了是吧 好 快點過來看一下 這個我把這個 儀器放到污染物附近的手 這有幾個燈它就亮起來了 對 是嗎 這個亮都是代表它這個 污染物是吧 對 對 我從網上對方的場內去檢測 請 預導員設定為MX 你將內容實驗 進行 繼續執行任務 收到 現在 就待了這麼一會兒 我就已經感到 我汗掉到我這面罩上了 那麼現在就 剛剛經過第一個檢測點 還有一個檢測點 需要我們去進行個進一步檢測 剛剛完成了一半的任務 我就已經有點體力不支了 這身重型防護服 不僅讓我行動困難 舉步圍堅 而且 原本用來幫助我呼吸的氣瓶 現在卻壓得我喘不過氣來 行動起來還是非常不方便 穿這個重型的防護服的話 對 我想真正執行防護任務的戰士 一定需要更加強大的體魄 才能在這樣的環境下 從容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因為防護兵專業 每一個單兵所需要具備的那個能力 應該是要求更高的 要具備一些 比如說比較特殊的一些技能 比如說駕駛 我們是需要全 防護狀態下去駕駛的 比如說射擊 我們是需要全身防護狀態下進行射擊的 比如說過障礙 我們也是要在全身防護的狀態下 來過這些障礙的 所以說這些難度會更難 有了強悍的體能和軍事素質做基礎 防化兵才能勝任與毒物 輻射等敵人做鬥爭的任務 再往一走就好像能見度就特別差 看不見了快 我們在前方又發現一個這個 之前全組做的一個標定的位置 不 哇 又變色了 因為不一樣的話 它變光會分解 所以說它這反應 就保持不了過去 它必把這個收拾 所以我們這個檢測的工作做完了 但是這個防護服還不能喝 還有一些後續的工作要完成 現在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就是要把我們剛才在這邊取的樣品 交給我們這個檢測部門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對我們這個樣品進行一個清洗 因為我們是從這個污染區過來的 現在可能還帶有一些這個污染物 毒素 那麼為保證我們這個檢測人員的安全 先用這個東西對它進行一個清洗 我們的任務進行到這一步 需要清洗的 就不僅僅是我們帶出來的樣品了 戰士們正在操作一台洗銷車 接下來要進行清洗的就是我本人 這可能也是 我在這個任務當中 我覺得可能最舒服的一段吧 因為我拿把水清一下 裡面實在太熱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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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來 大家敢做 然後 我們也要可以拿到手 拿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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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的车辆已经到达了这个任务的目标区域 我们的战士呢 现在在这里进行一个风速的一个测量 我们知道这个气象的数据呢 对于咱们这个烟雾的行程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战士测量的数据呢 会实时的传送给我们的指挥员 指挥员会根据这些数据和目标的位置来找到一个 最有利于烟雾形成的位置 今检测风速0.3米每秒 风向西北风 报完密 现在呢我们的战士正在进行一个车辆展开的工作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分队呢 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 叫引针分队 就是引针试假那个引针 利用自己的装备来隐藏真实的目标 来达到迷惑和消耗敌人火力的目的 那今天我们的任务是要隐藏什么样的目标呢 就是我旁边的这个码头 在这里摩椅的是一队即将登船进行两栖登陆的战车 如此大规模和不断运动的车辆 让普通的伪装手段都失去了作用 而这些发烟车的作用 就是升腾起浓密的烟雾 把敌人的视野彻底挡死 因为要释放的是烟 所以作战地域内的风的情况 对烟团的分布和发展 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台车到这里 一台车到这里 那我们刚才的战士说 今天的风是一个西北风 所以我们要把车头调转到西北的位置 让车尾的这个发烟装置呢 我们面向东南顺风把这个烟雾吹到我们需要遮挡的这个任务区域去 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发烟车已经点火了 现在我这个角度呢 可以看到它这个发动机后面的这个热闹呀 跟我们的这个飞机发动机非常的像啊 那我们看到它今天这个 可能是因为风气不是很影响 我们看到这个烟雾 发起来之后都往上消了 那根据这个情况呢 我们现在是采用了两台车固定 两台车移动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四辆发烟车形成的白烟 在我们头顶形成了巨大的烟团 如果从空中进行侦查 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我们的记者刘飞拿出了拍摄用的无人机 模拟一个空中侦查的视角 现在呢我的位置是在这个码头的旁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烟雾 现在已经把整个码头给盖住了 那我先用我的无人机来看一下 我们现场是有什么样的情况啊 我们从无人机的视角可以看到 现场已经是白茫茫的一片了 像仙剑一样啊 那可以想象 如果现在是敌方的这个战机 在我们的这个码头上空 他已经找不到任何目标了 当然您会说 这么大的一团音 一定会引发敌人的注意 但是事实上对敌人来说 下面到底在进行什么任务 有多少车辆 多少人员 车辆都是什么类型的 这些详细的信息全都不得而知 如果敌人的侦察机要进行打击 也无法精准地找到目标 等烟散去 可能已经错过了最佳的作战时机 这就是这团烟其道的作用 我们利用发烟车对我们的重要目标 比如说今天我们说实战的这个装载码头 进行可见光防红外 防雷达 可见光主要是防敌空中侦察 有效地遮盖我们的重要目标 防红外和防雷达 主要是防敌卫星和空中侦察的 打到一个最大化的 使我们这个重要目标 进行一个遮蔽 防止敌人对我们侦察坚持和打击 这列穿梭在城市道路里的军车车队 来自第73集团军牟旅的周桥分队 这些卡车上装载的奇形怪状的装备 让他们拥有在短时间内 架设一座大型桥梁的能力 这也是他们离开驻地 进行助训的目标 抵达指定的训练地点后 车辆在指挥员的引导下 来到河边就位 准备把这些架桥的家伙事 都投放到水里 这大铁疙瘩落入水中就自动展开 并浮在水面上 看上去跟一条小船差不多 对了 周桥周桥 最早的意思就是利用小船 在水面相互连接形成的桥 我们这个周桥装备 主要是克服大幅度的河流 这种天线 比如说如果说部队要过河 上面的桥梁 大型的桥梁被毁了 相当于像这种情况下 才会用到我们周桥部队 这些投入水中的门桥 就是搭建一座浮桥的基本魔化 别看每个都有几吨种 但对于今天 我们要面对的江面来说 那也只能是一页偏周一半 战士们要熟练掌握门桥之间的结合方式 才能很快地进行模块化的拼接 形成更大的加潮模块 他们在指挥员的口令和旗语中 协同合作不调一致 才能让人的力量 把这些铁疙瘩有序地调动起来 投入江面的门桥越来越多了 现场也越来越热 但是车上每一个架桥的模块都 在我眼里都是一个旁人大物 但是要架起一座 能够从我这边一直横跨到 这个江对面的这样的桥呢 需要多少这样的模块呢 五十多块 五十多块 江面上的门桥组合工作 基本完成 但它们并不能直接组成桥梁 而是先组成大概十几米长的桥段 接下来 我们需要另一型装备的帮助 我们刚才呢 我们已经看到有些这个组成的模块 已经在水里面漂浮了 现在我们正在投放到水里的呢 是用于推动这些模块 进行水上组合的这个汽艇 我们看到汽艇就专门的这个车辆进行运输 然后呢到水边之后呢 我们这个车呀 为了能够保证我们这个汽艇呢 入美之后有足够的这个水深 只先要开一半到水里远去之后 才能把我们的汽艇放下来 这些汽艇看着并不是很大 但却有着惊人的力量 几艘汽艇相互配合 就好像一只大手一样 在江面上摆放周桥模块的位置 当然这要求这只大手 在足够有力之外 还要足够精准 现在这个位置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个汽艇的作用了 它相当于是在这边呢 顶着我们这个周桥模块啊 往它这个这个进行 组装这个位置呢进行前进 前面呢我们看到 在前面的这个周桥模块上 有我们的战士的引荐上面就位了 他们来负责呢把我们这些这个周桥模块组接在一起 可以看到在这边这个驾驶器 还是一个比较有技术的活 要利用这个水流 同时呢要预判这个模块的这个行驶方向 最终呢要把它准确的送到前面 就大家看看我们前面那个位置 前面那边的组装现场 所以开汽艇是一项操作要求高 而又至关重要的工作 我觉得我可以尝试着学习一下 教我开汽艇的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操作手 他对汽艇的控制 可以说是游刃有余 达到了人艇合一的境界 这也是我学习的目标 当然一开始都得从基础开始学 这个向前推就是前进 这个向前推 对 这两个一样吗 对对对 这个是左击这个右击 哦 你要两个一起推 如果你一个一个推 它就会你推左边 会弯是吧 对对对 它就向右偏了 你先开试一下吧 那我试一下 试一下 好 我先要开个前进一边 对 它还有只有两个挡 一个前进挡 一个后退挡 对对对 方向反正怎么说 是的 这就是全部的教学内容 前进后退原地打转 就这几个基本招式 它这船最快已经开多快啊 三十码不到 三十码不到 嗯 像你们学这个东西要多长时间 才能真的上手做 嗯 嗯 我们基本上是三个月 三个月 前一个月要学理论 这些理论 对要把这个理论学了 然后然后再是两个月的实操 一般上我们真正能伴随保障任务的 要需要一年 那为什么操作如此简单的气艇 训练周期要一年呢 班长决定给我演示一下 怎么用气艇推门桥 这里班长就用之前的基本操作 就能够推动巨大的门桥组合体 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 自己把握好 这是班长给我最重要的嘱咐 而这最难的 恰恰就是把握二字 首先把握不好速度 就会跟门桥追尾 然后如果把握不好顶推的位置 门桥就会偏离方向 我在驾驶室里 都能看到门桥上的战士们 向我这边投来了担忧 而且关切的目光 他们一定觉得 今天这条气艇不太对劲 不好意思啊 新手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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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艰难地在和不听使唤的方向盘搏斗着 气艇就推着门桥和战士们 在江面上画龙 最后我想算了吧 赶紧给他们送到岸上去 不然他们都得晕船 合 Trustees 好 Aunt 你们 Price 下来的工作 就是要把几十个 要扶在这个江面上的模块 对一个对接 慢点 慢点 眼看马上就要顺利合拢了 但战士们却遇到了问题 契艇推来最后一截门桥后 战士们经过努力 最后还有30公分左右的口子 大家努力了几次 还是没有能合上 今天采取的就是两岸架设法 就是从两岸往中间架 往中间架到最后一步 就是浮桥的避塞 那浮桥的避塞 就是整个浮桥架设的一个关键 如果潮汐涨退水过快过慢 也会影响我们的避塞 我们浮桥的设计的长度 跟我们架设过程中 这个变化的长度 如果说幅度超过一定的范围 也会导致我们这个比赛不成功 或者很难比赛 现在因为这个受到水流和水位的影响 现在河龙的最后还是30公分 这个时候呢 需要我们这个整个浮桥旁边的这个汽艇 和最后一节这个门桥架的战性的相互配合 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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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ng点 还在 距离还在缩小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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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借助汽艇的顶推 战士们抓住机会 一把把两块门桥紧紧锁住 小小的考验之后 车队终于可以上桥过江了 战士们告诉我 一般驾通扶桥后 周桥分队会先派一辆车 先行通过扶桥 检验整座桥安全稳固之后 后续的车队才上桥过江 而这个时候 他们就会坐在旁边的汽艇上 看着这些车辆 驶过自己亲手搭建的扶桥 前往一线 这一刻他们觉得 哪怕浑身泥水满身伤痕 都是值得的 两个门桥连接顺利 最终 然后我们这个扶桥架势 顺利完成 看到我们修理单位的坦克车辆 然后通过我们的扶桥 然后这是我们最有成就感的地方 除了保障部队机动畅通外 周桥兵的特别技能 也让他们常常出现在抗洪抢险的第一线 在和平年代里 成为守护我们安全的一支骑兵 至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